早晨,今天是8月1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獨立股評人湯麗雄 和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市 Kimi,今早大事有什麼焦點? 今早大事有的焦點一定是放在快手上 因為快手的業績非常漂亮 可以扭規為形 加上有名人助陣成龍做了一次直播 今天可以看看會否帶動科技股業績 再留意8度會出現業績 可以看看表現 今晚美股方面留意Uber會出現業績 和AMD超微公司都會公佈業績 今星期後期Apple和Amazon都會公佈業績 稍後Kimi也會跟我們分析即前的部署策略 應該怎樣做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 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在7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美股是向上的 市場觀望星期五公佈的就業數據 以及公司業績 美股缺乏明顯的方向 導致輕微高開6點後一度倒跌 臨近美市時回升 並且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導致收市升100點 報355559點 標指收市升6點 報4588點 納指上升29點 報14346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上升0.7% 歐洲股市是個別發展的 德國股市要向下 英法股市就是靠運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今星期稍後會公佈業績的Amazon和蘋果 分別上升1%和0.3% Tesla上升0.4% Metal回套2% 以國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個別發展的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再高2% 進一步逼近100元 折合99.59 美團和騰送都比本港收市高出超過1%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高超過1% 折合329.4 比亞迪則是折合278.2 一起看亞太區股市最新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現在早段向上升77點 最新報33,250點 首爾綜合指數升24點 升來普通股指數升14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要向下 最新跌64點 一起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最新的情況 現在最新的情況 上升235點左右 稍後會和大家先跟進 Kimi談談外圍的事況 總結整個7月份 美股三大指數都是向上 道指升3% 連升第2個月 標指升5% 連升第5個月 另外納指升4% 連升第5個月 累計升25% 資格哥聯儲銀行總裁 古爾斯比說到 仍未決定9月份 聯儲局議息會議 是否支持加息25點 或者會暫停加息 要看最新的通脹數據和就業數據 古爾斯比是有投票權的 美國息口走勢 其實現在還在觀察 跟鮑威爾一樣 其實他的言論 古爾斯比也是無靈兩可的 大家現在觀察美國的數據 不過看到上天 日元對美元的匯價下跌至142水平 利好環球股市表現 今星期陸續有大型企業公佈業績 Kimi你又點評股 微股的走勢 最近你看到美股的業績 做得非常美 特別是昨天我曾經看一隻 Sofi做線上借貸服務的這間公司 業績做得非常好 特別是你昨天看到股價的表現是升超過10% 如果你問我真的表現一般的 可能你早段的時候就會看到 超微公司的股價不升不跌 Sophie這些公佈業績非常好 昨天都爆升19% 甚至另外一隻大家最近會熱炒的美股就是PLTR 這一隻都是升超過11% 當然大家就會看到接下來比較大型公佈業績的一些科技公司 接下來我們會公佈業績的 例如蘋果 蘋果在8月3日就會公佈第三季度的財報 大家都會在全眼睛看這一隻的時候會做成怎樣 但如果近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看看AMD超微公司 超微公司將會在今天公佈第二季度的財報業績 你問我股價走勢是不是漂亮 其實你開圖來看 確實是比其他芯片公司走勢一般 昨天安這隻ON的芯片公司都公佈業績 做得非常之漂亮 昨天美股的時候都竟然升超過2% 所以我自己都會期待AMD都今天的業績應該公佈得不錯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連安一些半導體的同行 他的收益方面Q2是可以創新高的話 我自己都會看同行AMD今天的業績 應該可以帶動美股市況繼續向上 即是你也是繼續看好美股後市的走勢 接下來這星期兩間大型公司 蘋果和Amazon都分別在四月四的業績 我們分別和Kimi談談 先說蘋果 市場預期手機銷售 其實第三季數據會按年出現下跌 但行業數據同時也看到 Mac機銷量能夠逆市上升 因為全球的PC銷量 其實在上一個季度出現下跌 但Mac機能夠逆市做好 市場預期在這方面的收入能夠上升10% 整體來說第三季蘋果的業績 市場預期的EPS會上升0.2% 收入會有輕微的下跌 跌1% 但利潤會跌3% 但看到蘋果的股價近日的強勢 已經逼近200美元 即前買入的直博率 其實去到現水平是否已經不高 我覺得不是太高 最近我看過美股的沽空報告那方面 它不算是買空比率最高的一隻股份 如果買空比率最高的話 就是有一隻股份叫ROKU ROKU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這隻其實已經在即前的時候 已經爆升了差不多10-20% 但Amazon和蘋果這些稍微大型的科技股 賣空的比率不算高 一般我們會怎樣看 就是如果買空比率真是很高的話 我們就會賭 如果真的在財布之後 業績是做得很好 而股價是不跌反升的話 這一批買空的人士就要截這些貨 就會將公司的股價推高上去 所以似乎我覺得 未必真的說業績好與壞的時候 買空比率未去到很高 未必會令到蘋果股價 真的會升5-6% 可能就會令到它輕微升1-2% 但大跌的狀況不太多 因為買空比率的賠率不算太高 反而蘋果我們真的要看一看 它的iPhone銷售 因為其實蘋果的iPhone銷售 其實都很強勁的 你看回今年數據的話 3月份 iPhone銷售再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因為如果你說真的全球通關 真的等到今年1月的時候 內地和香港真的正式通關 和內地和全世界真的正式通關 在消費品需求方面 iPhone3月份的銷售量已經創了新高 所以我們可能會比較尋求於 它未來推出iPhone15更多的細節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未來九月份都是蘋果的銷售大會 大家都可以看看今天港股 一些蘋果相關的股份 近來港股的氣氛好 會不會有少許移動 例如2382現在競價暫時升超過2% 甚至是瑞星科技2018 以及另外一隻高位電子1415 就是幫蘋果做一些MR、VR的設備 暫時看到順域光學科技的移動比較大 升超過2% 蘋果業績我都會繼續看好 只不過大家看看iPhone的銷售 可否保持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特別是印度市場的增長 大家聚焦在蘋果業績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即前大家都是不要買買住 即是看業績後才再作部署 是否也是一個這樣的策略 會不會有合適一點 我自己會建議 如果蘋果現在的價位 其實你見到 它最近198元創新高之後 回到186元 它真的不會再跌穿20天線 就已經繼續上回到196 比高位198元 差大概2元左右 我自己會看 美股最近的氣氛會不錯 因為美元指數升了 美元指數升上其實是一個好處 大家想想對上個詞 上個星期 美股為何會跌呢 就是在日本央行公佈YCC調整政策之前 突然間在整個華爾街 就吹了一個風氣 就是日本有機會調整YCC政策 但誰知道 出到來之後 日本沒有調整YCC政策 只不過暗示有一個空間的調整 維持利率不變 但前一晚美股 你見到所有的股份都是跌了下來的科技股 但很快就升上了 近來我看到今天美元指數都升上101水平 其實算強了 101.9 回到102的水平 我們大概都會說得是稍強的情況 因為美股的一些科技股 和總體的業績做得非常好 今個星期其餘S&P530%的股份都會公佈業績 所以我看蘋果的走勢方面 可以駁一駁它業績 因為賣空比率不算太高 我覺得即使出完業績之後 它未必像Tesla 這樣業績之後見光死 所以可以留意 如果股價稍微回調跌穿到196元 195.2的時候買回一點 駁它再創新高 突破向上199至200元的水平 好 我們再談多一隻 我們再談Amazon 也是星期四公佈業績 其實焦點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運業務的增速是否會持續放緩 即是繼續增長 不過之前大家的焦點 看到它有高速增長 可能接下來的數字就會繼續放緩 另外就是廣告收入 因為看到Meta和Google的數字 就是看到每個收入有一個理想的增長 現在看到彭博綜合預測 Amazon第二季的銷售金額 是同比上升8.5% 營業利潤上升42% 這兩個水平是位於管理層指引 中上的區間 Amazon的股價也創了接近一年的高位 之前部署你又如何建議 Amazon我們看看它的股價走勢 那方面跟蘋果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Amazon其實你看到 它的走勢方面是稍為平衡 但Apple的升勢非常之強 但總體來說 Amazon我自己都會喜歡它的走勢比較穩定 雖然就沒有可能Apple的時候升得那麼快 但昨天的表現都不錯 升超過1% 大家就會看看它的財報方面 會不會真的提高它的Sales的Guideance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提高銷售的指引的話 其實就會對它的公司的股價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上升 以及一個振奮的作用 還有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Metta也公佈了一個不錯的業績 只不過是近期Metta公佈業績之後 又是有一點點健康的 因為公佈那一天的時候 盤前升10% 之後升幅慢慢收拆 收盤的時候就是升4% 就是那一天出YCC政策之前 我正在說華爾街的時候出了一個風氣 就是有機會調整YCC政策 但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些日本央行的行動 都看到Yen的強勢稍微落一點點 美金也強了 我會看看Amazon的股價各方面 有機會在業績之後再度向上 去到136元的水平 好啊 我們看看上天港股的走勢 恆生指數 連升第三個交易日 昨天恆子高開320點之後 內地公佈7月份的製造業PMI 略好過市場預期 指數升幅進一步擴大到444點 恆子見三個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臨近收市升幅收窄 收市升162點 報2078點 國指一度升3% 高位升到7000點 收市升1.3% 報6899點 科指亦曾經創出6個月的高位 高位見過4688點 收市升1.9% 收報4549點 大市全日成交1825億 創一月底以來 即是6個月以來的最多 好 一起看看北水盤路 北水昨天錄德正流出價 金額是59億6千萬 主要是股出ETF的 快售給資5億7千萬 美團有5億2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發營起急升1乘2的海底撈 也有4億1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國指ETF 2828 酒資38億 營賦基金也是酒資36億 騰訊酒資10億 中移動也有4億1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先跟Kimmy談談大事 昨天再次升穿2萬點 恒指成功做到5穷6絕7番身當中的7番身 7月份升了1,162點 升了6% 看平均線恒指10天線升穿250天線 貨指的50天線亦升穿50天線 成交亦是半年以來最高的 不過唯一可以挑剔就是 看見昨天恒指高開後 就出了一支陰燭 兩個星期前見你 你對港股後市就看得比較淡 今次是中央開完政治局會議後 第一次見你 說回除了政治局會議的文件之外 昨天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 召開的國常會就說到了 要活躍資本市場 提振投資者信心 亦要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 根據不同需求 不同城市等 推出有利房地產政策 另外 昨天中午時 發改委亦發佈了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 列出20條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 包括不可新增汽車限救措施 支持各地舉辦美食節 和擴大消費 增加演唱會等大型活動的供給等等 政治局會議看到 大家覺得最大的亮點是 中央確認經濟面臨挑戰 要做些事 近日陸陸陸陸陸陸有些政策出台 未見到有數據 不過也有些措施或文件 大市在8月是否能夠延續7月的氣氛 我暫時都會繼續深深的 當然7月的時候 我會有一件事警惕我自己 我們永遠要留意JP Morgan任何的報告 因為其實看今次港股升上2萬點之前 JP Morgan發了一份報告 點名碼碧桂園2007 和碧桂園服務6098 和另一支內房說 預視他們未來的股價有機會跌35% 一出完這份報告的時候 我很記得那天港股的跌幅 曾經去到差不多18,800 這些位置 以下的水平 所以大家本來再繼續望向下的時候 第二天阿爺就出招了 大家就看到立刻說一些支持的政策 又說可能手指房會有優惠的政策 甚至再拿上一些科技股的很好的政策 你就看到整個大市上翻 我想起那次JP Morgan出這一類報告 就是當時曾經大跌市三月份的時候 JP Morgan將所有中概股的目標價調到很低 之後前的財金官員劉鶴就出來說幾句話 立刻令到港股V型反彈 所以永遠都記得原來JP Morgan出報告 即是調轉來做就糟糕了 是的 因為是低位去罵的 原來是非常靈驗 兩次都是這樣